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 我們主要來講解一下網路行銷的所有流程 那這個所有的流程呢 是我從2003年那個時候自行創業 然後慢慢摸索出來的 從03年到現在已經 今年已經16年底了嘛 所以有13年的經驗了 那這13年的經驗呢 其實大概有前面5年到8年的時間 是一直在摸索期 因為前8年是自行創業在賣伺服器軟體 或者是幫客戶架設網頁網站 或者是幫客戶建置email server 或者是建置網路環境 因為以前我是網路系統工程師 所以呢 以前其實不懂行銷啦 但是因為自己做網站 所以慢慢摸索出來一些經驗 就是怎麼樣讓自己在網路上曝光 然後剛開始是想要讓產品在網路上曝光 到後來呢 發現一些沒有做品牌的一些不好的後果 例如幫原廠賣東西 然後喪失的競爭力 因為別人不記得我嘛 所以有可能跟別的經銷商購買原廠的產品 假設說你今天在賣IBM的server 別人也在賣啊 那你也在賣啊 那一樣都是IBM的server啊 那人家上原廠去看一下 IBM有幾家傾銷商 他就一家一家去比價了嘛對不對 所以是前8年都是一些經驗啦 然後後面這5年的經驗呢 就比較讓我偏向於個人品牌的一些經營 所以後來才有了流奶爸這三個字 而且去註冊商標流奶爸三個字 經營了個人品牌之後 以前假設你是在一些大公司的話 那你有一些大公司的一些title的光環 可是你如果是離職之後啊 你就只能夠靠你自己的個人品牌 那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呢 其實也沒有給我多大的光環啊 因為我都沒有待很久啦 老實講 我是一直到自行創業之後才發現 經營個人品牌的重要性齁 所以呢 我把這些網路行銷的經驗 濃縮成這個課程 那所以這個課程呢 其實只要你能夠通透的去全盤了解的話 你可以不用去靠太多的廣告行銷 付費的廣告行銷 因為呢 這是一種很重要 但是不急迫 可是你又必須要持續去做 才會有效果的網路行銷的工作 假設 我都是兩種並用啦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只是純粹靠網路廣告的話 那你不去經營你的自媒體的話 那會有一個比較可怕的後果 就好像別人拿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今天如果這一個廣告平台 它不給你使用了 或者是它喪失效果了 什麼叫喪失效果 就是剛開始也許只有一百個人知道這個網路平台可以做廣告 但是之後如果有一千個人 甚至一萬個人 甚至數十萬人知道這個廣告平台的話 那你的廣告費就會變得越來越高 越來越貴 譬如說Facebook的廣告 在四年前2012年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去操作的時候非常的有效 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 價格非常的低 低到譬如說 我今天打一百塊錢的 一百五十塊錢的廣告就好了 可能看到的人有好幾千個人可以看到 可是現在因為很多人都在刊登 那我們賣一樣的東西 假設今天大公司它一個月的廣告預算是一百萬 可是你個人在賣一樣的東西 你一個個人一個月的廣告預算可能就只有一千塊或者是一萬塊 那人家一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廣告費 你才拿一萬塊廣告費 跟他小蝦米對大鯨魚其實是非常吃虧的 別人的曝光量是你的好幾十倍甚至好幾百倍 那你的銷售業績這怎麼樣也上不來 或者是你就必須要花更多的廣告費 才能夠爭取更大的流量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一直完全只靠廣告在做行銷的話 那你會落入跟傳統的行銷方式一樣 譬如說過去我們都是大型公司 他們有資源有金錢 所以他們就砸電視廣告 雜誌報章雜誌的廣告 那個一砸下去都是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 那我們在網路上其實如果完全不做廣告 廣告的話其實你還可以做到生意 為什麼靠的就是自媒體 自媒體的曝光 譬如說臉書 那個YouTube的免費平台 或者是部落格免費平台 或者是LINE的免費平台 或者是很多Instagram 還有各種社群媒體 如果你有辦法去在各種社群媒體去曝光的話 那長久以來的話呢 你就會得到很多的流量 而且有很多流量是可以累積的喔 底下我們就來看一下整個網路行銷的流程 OK 開始吧